这里保持了中国的古老的传统文化 传统新俗 在这儿基本上都保留着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佩服 因为我的女儿她嫁给了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过来一开始2011年的时候 一开始是抱着怀疑的 试试看的态度 说看看住几天再回北京 可是来了以后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特别为什么我们在文东安家呢 因为文东又有很多优越的地方 这里的气候非常的好 环境优美 一年四季春暖花开 到处都是绿色 富氧离子充足 所以我的经历在这儿很旺盛 身体非常好 再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 这里保持了中国的古老的传统文化 传统习俗 老年人还是比较怀旧 还是喜欢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在这儿基本上都保留着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配的 我在这儿的朋友圈呢 就是文东的街面上的五金店的老板 老板娘家 还有鸡饭的老板 老板娘 还有就是刚才买花的那个 就那一家 因为我有时候去他那买针线 买一些装饰品 上他家 我都跟他们都很熟很熟了 我很喜欢他们 都是很朴实 这里的人很朴实 中国他那个这个春节的时候 就是那个年三十晚上 到初一的那个零点的时候 我们中国叫交替的 对 交子 所以饺子和它是谐音的 在那个十二点凌晨零点的时候 一定要吃饺子 无论你晚饭没吃吃多少 然后零点的时候也都要吃 而且最好是大家一起包饺子 全家团圆热热闹闹的过这个新年 因为每年过年 我们都邀请北京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过来 一起过年 我算了算 我前前后后在这儿 我们已经接待了三十几位 北京来的 和中国其他地方来的朋友了 他们也觉得这是好 他们形容这个地方真是 这当然是夸大的词了 说插一根筷子都能长成树 对吗 这个 就像帅奶 对 就像帅 我说 我看你 你会不会忘记 我说 那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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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